大马经济三个大动作 大马有救了吗 万事俱备只签东风 就在马股要不行的时候 政策的东风就来了 经济部长拉菲兹连报三大经济利好政策 并郑重声明 政策改革下半年踩油门 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马股下半年也应该是上涨的 到底我们的经济部长报了什么利好政策 这两个城市最受益 你绝想不到 如何让国人提高收入 日子越过越好呢 点个订阅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经济部长拉菲兹表示 我国的政策变化步伐将在今年下半年加速 以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经济 你设柔佛市城区域经济中心 你与PayPal团队合作 打造吉隆坡成数字产业枢纽是不是很兴奋 国家有希望了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有钱一起赚 他说 我国将在8月启动新的工业发展蓝图 并在9月调整其5年计划 我们正在逐步调整一切 为11月的财政预算案做准备 每个月都会更加清晰 因为我们想避免的是打算做的事情清单发生 大爆炸 造成6个月后实施速度让每个人都失望 因此 我认为 在我们打算做什么和如何做之间取得平衡 是提供可持续性的关键 他在由彭博社支持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接受采访时 这么说 他说 政府在过去6个月进行了一项重大的补贴改革 并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确保成功的最终结果 以便我国能够获得高收入国家的地位 因此 他认为这两年对于政府退出经济结构改革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正考虑设立一个涵盖柔佛与新加坡的区域经济中心 以强化柔州的经济潜力 经济部长拉菲兹说 这个想法已由州政府 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三方会议上提出 但尚未作为正式提案提出 他披露 我国与新加坡的部长将于7月中旬召开会议 预料届时双方将会对此展开会谈 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解新加坡以何种方式 将柔佛州视为经济区的一部分 我相信现在是正式开始讨论的合适时机 拉菲兹今天在伊斯坦达公主城 触及第十二大马计划中期审查会议后 对记者如此表示 他说 该提案必须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 然后再提交给预计将于7月中旬举行的 马兴伊斯坦达特区部长级联合委员会 Gym Trim年会 拉菲兹透露 内阁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对相关区域经济中心做出讨论及宣布 较早前 拉菲兹在致辞时表示 鉴于柔佛的经济潜力和战略地位 柔州将继续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驱动力之一 柔佛可从新加坡的经济成长中受惠 比如在旅游和工商领域 而不是因为展开竞争 彼此将大门关上 他说 我国正致力推行国家能源转型项目 柔佛将能从中获得很多投资项目 包括太阳能计划 其此外 柔佛必须将边加兰式化综合中心的发展潜能最大化 使它成为石油与化学的中心 以及也是安和氢能源的先驱出席者 包括柔佛周务大臣拿督乌哈菲兹 柔佛财政司拿督沙列胡丁 及柔佛副秘书拿督利达阿督卡迪 拉菲兹 你与PayPal团队合作 打造吉隆坡成数字产业枢纽 吉隆坡29日讯拉菲兹表示 经济部有益与PayPal创始团队合作 你打造吉隆坡成为初创公司和区域数字产业枢纽 进一步促进国家数字经济活动 经济部长拉菲兹今日发文告表示 政府将分阶段宣布具体政策和举措 以实现让吉隆坡成为区域初创公司吸引力的愿望 他说日前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 获得与PayPal创始班底会面的机会 包括创办人彼得泰尔 创始员工赛尔比 股东马斯克和创始董事雷德霍夫曼 赛尔比已表达有意协助大马实现发展吉隆坡 成为初创公司和区域数字产业枢纽的目标 我有意在数字领域与塞尔比合作 因为他努力向亚利桑纳州发展成为硅谷以外 新的创业枢纽 现在已经成功吸引了初创公司拉菲兹指 他的专业知识将帮助我国制定对初创公司更友好的政策 并在数字领域建立合作网络 从而提升吉隆坡作为区域数字产业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目前 PayPal的创始团队通过参与特斯拉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YouTube 脸书 LinkedIn和OpenAI等知名数字公司 成为硅谷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他说 数字经济作为三个高价值策略领域之一 能促进投资 为人民提供高薪工作 除了为现有产业提升价值链 经济部重点关注的三个战略领域是可再生能源 数字经济和粮食安全经济部 正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跨部门合作 包括科学集工业部 数字通讯部和投资 贸易集工业部 以更有效地改善数字生态系统 促进初创公司的数量和业绩 并加速私人界朝向数字经济转型 拉菲则说 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步骤是 提高吉隆坡作为初创公司和区域数字产业枢纽的吸引力 以吸引投资和数字人才到我国 这需要多个领域的政策变革 包括政府机构的整合 更高效和开放的工作签证程序 更具吸引力的数字激励措施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为数字产业创造劳动力 看完报道之后 你觉得下半年大马经济会成长更快吗 马股下半年能进入牛市吗 欢迎留言共同学习和进步 最后还是祝愿关注谷歌的每一个股友 都能股市操作顺利 股市账户多利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